可以翻個 認定 到 到 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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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調 我也不想調 因為沒辦法 因為他需要用電腦教室 然後第四節 沒有 第四節剛剛沒有人在用電腦教室 所以他需要 他是學校請他幫忙 請他幫什麼忙 會不是很清楚 反正你們第四節都需要去電腦教室就對了 然後 為什麼沒頭髮 要弄成這樣 這些不理嗎 包包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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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你們三個會比較舒服 好,我們那個,我就不改了 你們的席座跟... 你們不錯,因為你們三個組長都有收 而且都有教,很棒 你們班真的是越來越好 因為講認真的喔 你們現在已經到學習過了 你們要... 我跟你們講認真的 你們要好好感謝你們梅珠老師 所以他把你們帶給真的 好棒喔 好棒喔 沒有沒有 最擔心的是,最擔心的是 你是越來越差 可是你不是,你們班是越來越好 你們班,工課要班 工課是不是可以... 工課是不是可以考得越來越好 他會慢慢的被拉起來 因為你的狀態好的時候 很多東西會慢慢的被拉起來 那個東西也不是最順調 就是一個班的氣氛 還有一個班的那個分文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們彼此之間的感覺 那種我們說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帶自己的班 最快到最後是 他們每次到學校來上課 是最快樂的 因為他們來學校上課 看到我們也最快樂 所以我要跟你說 你們要讓班上的每一個同學 都會覺得來學校上課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就是因為來學校看到同學 你們要給班上的同學 重要的兩件事 老師考得好不好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彼此之間的感情一樣 因為你們要一起在三立 所以彼此在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盡量不要講一些話 盡量多講一些比較正面的話 那個話互相影響 我跟妳講認真 那個是會互相不同 當一個班級不順地討的時候 他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而且會有些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誰是被欺負 誰是被怎麼樣的 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什麼事情很奇怪的事情 都會發生在那個班級中 所以你們要慢慢的去建立 就是當中學校會越好 讓自己的班級越來越長 因為一個人都要負責 就好像我剛剛跟你講 大家都站起來了 你在旁邊說自己的事情 因為全部人都在等你 那你應該會覺得不好意思 對 好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你們 我們這次亂考要考什麼 來 那個藍本先拿出來 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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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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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還有誰沒有給我成金 該給我的要給我 一非你給我 你要給我 你沒有給我就沒有分數喔 好 我們這次亂考要考那些 先壓上金的日期 我們還有四行課可以複習 好 今天跟明天 來 第一個 來 我們先做一個思想 你先放在最前面那個空白的地方 市美照 只要搞我們自己 又藍的不見 好 拍到空白夜 來 同學請你先拍到空白夜 對 你的藍本的空白夜 寫上金的日期是7月 7月6號 星期一 哪一啊 就翻開到空白夜 空白夜 就新的空白夜 抱歉 來 翻開到空白夜 來 寫上今天是7月6號 星期一對不對 我可以先寫一個分數 就是你動筒 這一次動筒 你拿上好幾分 一百分上去 你不要像如皮照官那樣講一百分 因為這樣很切實際 我心裡要講一個比較切實際的 比如說 我平常的考試分數可能大概五十分 那我會對自己有一些要求 所以我就希望你自己再進步一點 比如說進步個五分 進步個兩分鐘 你知道自己大概自己的程度大概怎麼樣 然後平常自己的程度情況下 你去往上面再一點點 不用多 賠一分 賠兩分 賠五分 但是不要太多 好 自己決定一個分數 就是 我意思說 你就朝那個目標向前進 你要有向前進的感覺 你不要定一個你根本 比如說定個零分 你定個零分 定個零分 定個零分 沒有意義嘛 懂解意思嗎 你要定一個你太往前進的 但是你不要定個一百分 你根本打不到 對不對 那你也沒有必要 就算 就算你是議員 我也不希望他行一百分 因為你要允許自己可以犯錯 了解什麼 你要允許自己有機會犯錯這樣 因為確實有可能吧 雖然你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你還是要允許自己有機會犯錯 但是你允許一點點這樣 好 寫好了 寫好了 自己寫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次要考什麼 好 先把對勝圖寫上去 我們先研究對勝圖寫 對 線對勝圖寫什麼 其實對勝圖寫有兩種 一種是像電波上 那一種叫做旋轉對勝 對不對 那旋轉過去就一樣 旋轉過去就一樣 對不對 整個體步就變一樣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考的不是旋轉對勝 我們要考的是 線對 對 翻轉 因為它是線 因為它是這樣子 翻轉 翻轉之後就疊在一起這樣 它不是太多旋轉怎麼轉都沒有用 有看到嗎 那旋轉都沒辦法讀 可是這個不需要透過這樣才可以讀 這個叫做 線對勝 也就是翻轉對勝 你要自己加上兩個字翻轉 請你自己畫個圖 你覺得線對勝圖形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應該要學會到什麼樣的能力 才叫做你把線對勝圖形都學起來 什麼是線對勝圖形 然後那個線 我們可以請你把它缺起來 然後再把你寫上什麼 請教我到教你寫三個字 對勝軸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來有人講對勝軸 還有人講什麼 你知道嗎 這條線是對勝軸 也可以是 你剛剛是這樣翻對不對 也可以是翻轉的那條線 對不對 你可以說你可以寫對勝軸 也可以寫翻轉線 還有一個 目前只有一心想到 那還有別人可以想到 可以想到是厲害的 代表你知道重點 對翻轉線 來請你們三個都寫上去喔 很重要 你就要小看看喔 三個都要寫 對勝軸對不對 為什麼它會跳到軸呢 因為它是感覺上是在旋轉 有一個軸在那邊旋轉對不對 對勝軸 然後因為我們可以透過翻轉 透過那個軸 翻轉之後可以重點 所以我們叫做翻轉線 或者是叫翻轉軸 應該翻轉軸會更好 軸呢 軸呢 就是車子的穩軸 對不對 所以會有一個車 然後會有一點油這樣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中垂線 垂直平分線 對 我請那個你上來畫一下 一個對勝軸型的話 欸 沒有 你們有抽籤軸嗎 沒有 沒有的話 今天是6號 來7月6號 6號是誰嗎 上來畫一個對勝軸型 一個 錘齁 錘子的錘 那第一個怎麼會 對勝軸 對勝軸 第一個是對勝軸 第二個是 翻轉線 然後最後一個是 中垂線 然後請他上來畫 他畫是有道理的喔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好 第一個是對勝軸 第二個叫做翻轉線 好 好 第三個是 對勝軸 左鍋 你還是可以在上面畫幾個 西瓜 妳是要畫西瓜嗎 太遠 不然 沒有對勝 什麼啦 沒有對比 就沒有對勝 什麼啦 OK 好 他畫的不大 對勝軸 但是我真的它的意思很好 如果我們要把它修得對身一點的話,有兩個方法 我會! 好,你們有兩個方法 我會! 第一個是把右邊這邊加多一點,對不對? 第二個是把左邊那邊插去一點 老師,對,正常還有什麼?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加多一點 老師,那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中垂線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斑轉線 如果我是他,我上面 他剛剛其實有點那個,你知道他要點什麼? 是啊,對 但是他點上去就不對勝了 所以他點的時候應該也要配合一下,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那上面有點這三個嗎? 我就配合他一下 配合他一下,點一下 配合他一下 點一下 配合他一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可是這邊你們沒有藍色的比 藍色的比比較接近黑色 真的沒有 因為我知道彩色粉底裡面就只有藍色 沒有,沒有黑色的 為什麼要用黑色的呢? 我之前也有黑色 黑色跟黑白 黑白 因為這次你這一下要什麼? 黑白 黑白 啊你用黑色的會怎樣? 還覺得黑色 還覺得黑色 對啊 所以他不會用黑色 不會設計黑色 可是他都用黑色了 黑色 呃,我就用粉 我就用紅色 我就用紅色 橘色 橘色 黃色 黃色比較對比 黃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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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撞過去的角度 跟這個撞過出來的角度要一樣 剛剛這邊畫的不夠大 不錯 畫大一點點比較清楚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左邊右邊要一樣 所以對稱的意思就是 左邊兩邊要一樣 你知道對稱什麼 在哪裡 不要不要 講錯了 你知道中學系在哪裡 這個是這一個西瓜的相對圖形 對稱的圖形 那對線不行 所以你對著這位重點對不對 為什麼它可以到中垂線呢 對誰來講到中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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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垂線一定要把誰給平分跟西瓜 我看雪可以上來畫給我看 這一個把誰給平分 而且跟它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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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誰知道 西瓜子 沒有啊 那把西瓜切一半而已 這一條子把西瓜切一半而已 西瓜子 把西瓜子怎樣 平行 然後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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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子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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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點那個點把他連起來對不對 把他把對剩點連起來 他把對剩點連起來就一定會被他 跟他怎樣 他就一定會怎樣 垂直 可是呢他這個畫法沒有把平分的兩角畫出來 要怎麼畫才會有平分的兩角 再一次喔 這一個是那個 西瓜子在這裡 西瓜子在這裡 他這樣畫 只畫出了 垂直 他也沒有畫到平分 他應該把成功力擦掉的時候也不能 撥出來的線 撥出來的線 因為這一個翻過去會要跟他疊在一起 對剩就是這個翻過去要跟他疊在一起 因為這個要怎麼樣 怎麼樣 這時候這個就叫做 中全線 來把這個畫下來 那這兩個 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什麼 對秤 三個字 對秤 寫好喔 你也可以畫他的西瓜子 也可以畫成這樣 所以為什麼他會加到中垂線是針對對秤點 連起來的線段來講 我們稍微 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如果我叫K 這個叫做B 這一個我們就把 這一條我叫做B L的話 我們這樣寫喔 我們這樣抽的 我們把它寫下來喔 直線L 直線L 綁 線到AB 應該不是說綁 被綁 被綁 把AB 平分 然後 和AB 怎樣 你知道我現在的這個 兩個拿兩個字 兩個拿兩個字 直線L 把這個切成兩個 對不對 平分 平分 還有呢 直線L跟他怎樣 他們兩個怎樣 交叉 交叉是什麼交叉 隨便交叉 隨便交叉 隨時交叉 所以 把他平分 和他互相隨時 來寫好 一定要寫喔 很不錯 都很認真在學習 以上這個風格要寫什麼呢 這兩個對對稱圖形而言 它其實就是點對不對 所以我們叫做對稱點 這樣 給你 所以它 翻轉之後 會從野人那裡 有的 就叫做對稱 對稱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從A畫到B 所以這個叫做 藍麻 不過你忘記了 你寫一下 這個叫做線 斷 因為它只有一段 所以我們叫做線斷 有頭有尾 線斷 你還記得直線 直線有頭有尾嗎 沒有 直線沒有頭沒有尾 所以這條線可以往兩旁 一直畫 我們隨便直線第一次這樣 就可以自畫在 一直一直往前走這樣子 所以直線我們是用這個頭來往 往兩頭 這個叫做直線 如果只有往一頭好了 那個叫什麼 射線 現在我們在射東西 有射過東西嗎 有 射過那個頭形嗎 有 射得到 射得到 好 射不準 丟好 欸 然後呢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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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你再加一個東西 再加一個東西 我如果在這上面隨便找一個點 我把它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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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這個如果我把它叫做 給它一個符號 好 你們要給它一個什麼 C C 好 這個如果叫C的話 這個如果叫C的話 這一條的長度喔 是7 請問這一條長度多少 7 好很好 因為長度一定會怎樣 要給它疊在一起 那我問你們一下 那如果我這裡的角度 如果是30度的話 請問隔壁的這個角度 30度 也是30度 然後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長度幾個 喔 35 75 180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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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後它把那個180 有 這個不知道 可是這裡知道 這裡知不知道 因為這個90 因為它要互相垂直對不對 所以這裡知道 這裡知道 全部加起來又知道 所以我用全部扣掉你們 就好了 了解喔 所以這個的算法 這個的算法 你也不用算 你只要寫什麼就好了 就在旁邊寫上 180度 扣掉30度 再扣掉幾十度 來請把這個上去 然後這裡30度 這裡也會去山 所以就扣掉 好 不用真的算出來 就告訴我怎麼算就可以了 第一拍的是寫這個 然後你們要養成習慣 你們已經滿多人 都養成就好習慣了 只是你們會把這個算法寫出來 而不是寫這個喔 不是寫這個喔 不是寫這個 然後算出來150 然後最後150 後跳就是 而是寫這個 這個是已經開始進入病生 先把想法寫出來 然後接下來你才去上 那我以後 使用計算機 你計算機還沒用 但是 但是你使用計算機 你要對這個數字 有一點點 比較不明一點點 就是自己要對數字有些點點 有些人說說說說 你就蠻不明的 好 所以對剩圖形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 這條是寫的 你有辦法到全條的對剩圖形 可以 可以 如果在旁邊 你先畫一條寫的好不好 然後你覺得我旁邊畫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覺得很頓 在旁邊畫一個 還蠻正正的 但是歪歪的 如果畫一個正正的 正正的 正正的三角形 好 那我們畫一個正正的正方形 我們畫一個配備 那也沒有很多 正方形 我們簡單一點 三角形就好 我畫一個很特別的三角形 這是什麼樣子 這是什麼樣子 這是什麼 是叫三角形 對 你要吃就要三角形 就是 好 就要再三角形 好 所以我畫上去 好了 可以呢 嗯 就是 那就是畫佩佩 我要畫什麼呢 佩佩豬 南西谷 沙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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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經畫了耶 到了 這是西龜 欸 席龟是上席 席龟真的是上席 席龟真的是上席 席龟不是同圆形的 席龟是要看哪一種席龟 是這一種席龟 是這一種席龟 那是因為他特別給他一個 他特別要裝再一個 他給他一個容器讓他這樣子 所以沒有長條 然後長條都已經在變得多 好 沒關係 看這邊 行 如果要把這個東西畫過來 他有看 我講過 我要把它翻過來 我要怎麼翻 你會掌握什麼呢 距離 掌握點 所以掌握這三個點 然後再來呢 掌握什麼呢 臉跟那個綠 臉跟 因為我翻過去要對稱對不對 翻過去要對稱 所以我要掌握我跟你的關係 等等我這裡也要畫下來 等一下慢慢來 先聽我講 所以我就要掌握 掌握我等一下要畫過來對稱點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掌握過來 這個對稱點跟他連起來 要跟他垂直對不對 對嗎 等一下我這邊要畫 這邊也要畫三個點 我就把這三個點畫過來 就是要怎麼畫三個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個點 那我要這個點要畫出這個點 這個點應該 應該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我過來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過來呢 直指的 對 我要直指的 直指的是對誰講呢 對這一條對稱者來講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他直指的 直指的部分我要怎麼樣 怎樣掌 我就可以把這個點 好到這個點 了解在講什麼 來 拿這個畫下來 我可以不要畫習慧嗎 畫這樣就好了 你要畫什麼都可以 我這個要畫什麼隨便你喔 你這個要畫什麼隨便你 你都把我起光耶 好 關鍵是 如果要把符囊形硬過來 如果要把符囊形硬過來 我就抓 你的重點在 抓這三個點 我接下來 過來我就知道他會在哪裡 這個 限中筋 對阿 對阿 謝謝你 我用這一個畫來表現 他們相怎麼一起 就是他們兩段一樣 你要畫什麼囊形 你都好 你也不用全部畫出來 先抓一個點 抓一個點 代表就好 好不好 其他的就有時間再畫 那我問一個問題 這一個是不是對稱 加冕出外的有多多 他有四格 然後他還泡到一堆 說四格 很好笑嗎 奇怪 他有四格 有四種 說有四種 寫的 你要不要上來畫一下 他有個五字在想幹 上來畫 你刻畫寫的 有 我想他有一個 就這樣 然後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 我跟你說 這一個的另外一個 他是 你知道有一種 恐怖的很恐怖的 對國人 然後 其他那個很好 他好像是跟 跟這個花冬相反 不是跟他相反 他不就是跑過他不太自由 他只是轉過來 他轉過不太自由 他在轉過來 是 他在轉過來 有四種 有四種 roller 有四種 就要去 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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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限對聖的 它不是限對聖的情形 活字可以 有沒有很像限對聖的 它其實不是限對聖的情形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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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對聖的 平行 平行也是 平行是平行 它是不是對聖 它也沒有對聖的情形 它是不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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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找到一個地方 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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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這邊看 它是一樣的 對啊 你看 你看 那個黑板中間 貼 可以 不行 可是它應該錯了 它用幾乎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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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不夠高 所以它又畫得更高 好吃 好吃 因為它有亂畫 這到底有夠稠 又畫得還可以 哪裡有 有一點 一些都畫得更高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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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以 它上去到底要表現什麼 它畫這一個可以嗎 不行 可以 可以 可以是要 你往這邊看 就能看到一樣的東西 它翻過來 它沒有辦法這一次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一起 你往這邊看 是能看到這樣 叔叔這樣過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看到一樣的東西 你要看到一樣的東西 可以 對聖的時候 看到不一樣的 看他們 就可以 等一下 如果可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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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可以是這樣 你的可以是這樣 你把這一個切下來 就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轉過去可以 如果是翻過來 就這樣 你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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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啦 我送啦 我送 這個翻過來 應該是在這裡的地方 先翻過來 你翻過來就直接這樣 好 你翻過來 你翻過來 好 對 那個 我翻過來 我另外那一邊我就先不擋啊 啊對 不行我看到了 抓到 謝謝 謝謝 換個小便啊 有看到這個嗎 謝謝 我看到了 這個你翻下來的時候 有機會給到那裡 我跟妳講妳怎麼檢查 來 有沒有人 來 怎麼因為我剛剛學到 我跟妳講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妳怎麼檢查 我剛剛不是我跟妳講一個東西 如果這兩個配勝 來看我這裡 如果這兩個配勝 這裡可以隨時平分對不對 然後我隨便找一個臉連起來 這兩個會怎樣 腳會一樣對不對 打開的腳步 那妳試試看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打開的腳步 跟這個打開的腳步 是一樣的 來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如果 如果這兩個臉是對勝 對勝點 看我這邊 來看我這邊 這兩個點 如果是對勝點 這兩個點 如果是對勝點 這個打開的腳步 跟這個打開的腳步 應該要一樣對不對 了解 在腳上 這很明顯 這個打開的腳步 會不會再來 下面這個腳步 比較大 如果它是對勝點 往外一起 一起往外打開 這兩個點 應該要一樣 但是 很明顯看得到 從這個點 從這個點 去畫對勝點 之後妳會看到 這兩個腳步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點 就不是對勝點 過在這裡 所以從這五點 看得到 這一個 不是對勝點 把這個圖形 放上去 所以這個是錯意 錯在這裡 這兩個腳步跟很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 就不可能是對勝 對勝 對勝是錯 把它畫成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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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老師像我剛剛問說 我的頭髮有沒有對勝 好 它這個是 它這個是透過 畫了四次的畫 對不對 畫了四次的畫 然後它就變對勝 所以這個是它的對勝 這個也是 我問妳一下 這個圖形有幾條 對勝 三條 好幾條 有幾條 無限多條 我覺得它有幾條 對勝 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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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條 是四條還是四條 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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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它有幾條 對勝 九條 九條 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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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兩條的警局手 對 我覺得是兩條 好 你覺得是四條的警局手 大部分都覺得兩條 正確答案是兩條 這個條 還有呢 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 這樣長這個 它長的方式一樣 翻過來長的方式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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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一樣 但是呢 這一條就不是 這條 這條是兩條耶 好 對稱 大概就是這樣 應該沒有漏掉 好 再來 對稱图形 就這樣 然後呢 妹妹有沒有曾經看錯什麼 對稱图形 然後你判斷錯誤 有沒有 好 我真的喜歡畫的說我的保護法 我畫兩條正方形 就這樣做 那中間有一點點 好 就這樣做 畫兩條正方形 就這樣做 有一點點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寫 三四五三 接下來 不寫三四 你可以翻閱嗎 你可以翻閱 也可以不翻閱 不是我沒了 然後 再給你 再給你 來 把三四五三個字寫上去 三四 新的一頁 也可以 來 三四五 寫上去 三四五 我們三四五學過什麼呢 六個面 只要找到三個字 就能找到 四個字 三四五 三四五 上下 只要知道三個字 我就都知道 只要知道三個字 就可以知道全部 對不對 一般而已 我們看到的 都是幾個面 六個 六個 我們在看立體無形的時候 都看到幾個字 一個 三個 三個而已 自己寫上去 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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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谷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人家如果要问你说 请你画出前四谷 请你画出上四谷 你一定要先问他一个问题 要看 三四谷的重点就是 要看 三四谷的重点是 前面啊 前面在哪里 你要把它圈起来 好几个星星 三四谷最重要的就是前面在哪里 如果提问没有告诉你前面在哪里 你一定要说你提问出错了 请你马上告诉我前面在哪里 我才能够回答接下来的问题 前面在哪里 三四谷的重点 他一定要先告诉我前面在哪里 我记得我没有提问是没有前面的 比如说这样说 我家就在谁人的右边 请问一下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 我哪里有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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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 你这边骑士卷 好我现在就在 不要骑士卷 我现在有换一个问题 我家 姓吴翠里 我现在就在姓吴小饼的右边 蛤 这个是本龙点吗 你知道姓吴小饼吗 这个拆脚吗 那个右边 这个是本龙点吗 不是 如果我这样跟你讲 等一下 如果我跟你说 如果我这样跟你说 我家就在幸福小饼的右边 请问一下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 我知道 有几种可能 四 我现在就贴着幸福小饼然后在他的右边 我家就贴着幸福小饼然后在他的右边 我家就贴着幸福小饼 请问一下 我家在哪里 有几种可能 我现在在那边 很多种 很多种 你有几种 几种可能 一样 三种 我还被拆 快三种也不 神秘 但是对 你还在乎 牵手啦 我打开 快点手去对面啦 有幸福小饼在这里 来一个是他右边 单小鞋 这边啊 Not beautiful 单小鞋 这里 单小鞋 这里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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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B A A还是B A OK A 这样就没有回去 是A还是B A 我就说他要讲清楚 对不对 A 观察者的角度 观察者的角度还是以幸福小饼 观察者的角度 你要翻幸福小饼 或者 他应该再加一个是 我面向幸福小饼 或者是我 背对幸福小饼 我稍微看了这样子 对 或者要把话讲上去 好 所以 三四五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先讲清楚钱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上下左右前后 可以刘下左右 对不对 对不对 上下前后手又可以一起刘 对不对 所以你们呢 如果我们刘下午 放大 就 没完 对不对 我右前后认 我右前后把 这样放大 对不对 這邊目前沒有 有太久了 你們家有什麼在喔 很像喔 這邊能不能點一個東西 有 你們的衛生紙有很多 沒有 一包一包 有兩包 有兩包 一眼大包 你玩肉 這包包 有幾包 所以一桌 可以放一包 五包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來 這一個看好 看好 基本上 如果沒有特別想 做前面的角度來看東西 可以 三四水通常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谈 以观察者的角度来谈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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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你们而言 对你们而言 你再看这个 角度喔 角度的声音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过音机 现在我们就有影响 对你们而言 这个叫做前方 然后呢 然后呢 对你们而言 坐在这边 然后这个叫做左边 你会发现它的右跟左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看到吗 这个是右 然后呢 前 如果这些都不要看的话 前跟后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你懂吗 如果是先看边边 看边边就有 对 前跟后基本上也是一样 对 然后呢 上的话我会这样下以看 所以它会这样 我上跟下以看 所以它会这样 我上跟下以看 当然它没有完全一样 只好在说什么 那我来 好 那我来 那我来 好 臂股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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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我来 我来 等一下再拿东西给你们看 我们再来 那个 有点 等一下 下午才有 跟她这些到底等一下有 我来 等一下 我问你们 来 来 请你看一下 这一个 好 谢谢 等一下 有点 等一下 還以為那個 上面有什麼 上面有什麼 紅色銀幣 好我們笑我第一次再看看 來 好 快點 快點 快點